未来当然 这个VBA算是所有城市里面最简单的 所以理论上我们通常会在可能前端做一些事情 然后当然未来的大数据分析工具 其实还蛮多的 比如说现在有什么Python 有R 或者是说 甚至最好你又可以希望把最后分析的结果变成图表 报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可以看到 然后就同学常常会问说 老师那资料怎么样交换 其实资料怎么样交换 所以最近我又写了一篇部落格文 其实就是把什么 把刚刚讲的 就是在desale做前端处理 把资料也是放在一个像MySQL资料库 像我们现在做就这样 然后如果你今天要把资料再喂给其他的东西 你可以透过MySQL 因为它两边是可以相通的 两边可以互相交换资料 那如果你将来要在手机APP上面也可以看到的话 一样可以 再把它丢到手机里面 手机也可以看到 所以 如果你要把全部东西串在一起 但是问题是这边牵涉到很多个技术 我们现在只是其中一个最简单的技术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全部都串在一起的话 我相信将来你可以用的地方非常的广泛 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不过前提是这个是真的比较难 后面的部分 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这边也做一些叙述 有兴趣的同学你可以点进去 我的习惯基本上会先让你知道里面到底这个可以做出什么效果 然后也许你可以这边还有什么懒人包 你如果想要试着做做看的话 那也可以自己点击进去 因为像PHP如果你要学整个流程的话 我在我部落格里面呢 又把我之前上课的影片放在我的部落格里面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其他还有像那个怎么去做相关的设定 其实我也把影片跟程式都放这里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 你可以慢慢学HPBA 把它设定一个目标 这个是比较后面的东西 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那我是把它踢到我们那个论坛里面 OK 这边就有一个连结 理论上应该也会转性到你的信箱 那当然是比较困难一点 不过可以是按部就班 也就是把前面的东西学 学得差不多了 你慢慢再去接刚刚讲的东西 你会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如果前面的基础没打好的话 那后面的话听起来可能会更辛苦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刚刚讲到就是有关那个制定函数部分 可以按按钮 这些按按钮 然后呢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我如果不按按钮 我希望怎么样呢 能够在使用者定义里面 出现一个叫增减体重函数 那按确定之后呢 他只会跟我要一个资料 就是增减体重百分比给我一下 OK 给他咯 按确定 他会自动帮你怎么样 返还你到底是标准还是不标准的结果 那利用这个制定函数的好处是 你的这个公式会非常简单 不会像刚刚这么复杂 要什么if 还要偶尔或end等等的 你就直接给他一个什么 增盐理重百分比 他就会直接return一个结果 告诉你 OK 不过呢 这个方选要怎么写 其实前面我们也做了蛮多方选的 那你大概要了解就是说 他一个整个流程 有没有 基本上你会发现 他第一个会跟你什么 要一个资料 所以你就增减体重百分 增减体重函数 他第一个会跳出这个格子 然后问你说 你给我一个资料 那你点击某一个储存格之后 他会借由 这边有个引数 会自动帮你带到 那个程式里面 那你在运用什么呢 你就利用这个引数所得到的值 有没有 比如说0.275 后面一堆 那这个数字带进去之后 做逻辑判断 OK 然后最后返还结果到哪里呢 返还到增减体重函数这边 他会自动帮你再把结果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就完成一个方选的整个流程 所以感觉他好像是一个cycle 这样子绕一圈 最后把值丢到储存格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要怎么做 前面我们做过方选 那这个方选跟之前的方选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第一个呢你可能要先做什么 我们重来一遍 这个假设我们第一个 请各位呢 先在哪个地方呢 这个 这个怎么做 Ctrl C好了 插入程序里面 记得我们如果是按钮是sub 如果你是制定函数 请你用function OK 那名称的话呢 你就取一下什么 真减体重函数 只不过这个名称不是固定的 你可以自己取 那之前的同学说 我习惯用英文啊 可不可以啊 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这个名称改了 你将来return的那个前面的名称 也要是这个名称 你不要 那之前的同学说 奇怪 返还回来怎么回来 我就看一下 你上面改名称 可是下面跟我一样 那就不对了 上面下面要一次 OK 按确定之后 那他会自动帮你 产生一个什么 像这样的function 头一定是function 位一定是end function 那名称在这里 后面一定会有个小瓜糊 这个小瓜糊呢 是用来跟使用者要什么资料 就是引述 引述 给他一些 那我要什么引述呢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真减体重百分比这几个字 拖揽一下 Ctrl C 然后把它切过来之后 放到这边来 真减体重百分比 OK 接下来他给我了吗 那我要怎么做呢 做逻辑判断 所以基本上 那个逻辑判断 跟刚刚的那个sub的逻辑判断 几乎一模一样 差别只有在 那个没有回圈 所以我习惯上是把 上面写好的东西 直接避开Furnace的中间 把它贴到我们这边来 贴上之后呢 因为他缩牌两次 所以记得把缩牌再倒车回去 那记得 向右是Tab 向左有没有 记得是Shift按住 加Tab Shift按Tab 是让这个程式 向左缩牌 OK 那特别注意 Shift是直接去哪一个储存格里面 抓资料过来判断 可是呢 在Function里面呢 它不一样 它是由使用者给你 所以特别注意 使用者给你增盐提供百分比 所以你直接把Sales 追蓝的部分呢 把它 怎么样呢 用增盐提供百分比取代掉 因为是使用者给你 你不用去那边抓 OK 然后呢 那这边也是一样 吹蓝的东西呢 一样用增盐提供百分比把它贴上 再来返还结果 返还给谁 刚刚我们是直接丢到储存格里面 可是 特别注意 Function 它不是直接指定哪个储存格 而是先丢给谁呢 丢给这个Function本身 那因为你游标停在某一个储存格 所以它又会把Function 得到的结果 再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完成这个流程 所以记得把Sales L欄 有没有 把它改成什么呢 增减体重 函数 那基本上程式就完成了 其实怎么样 就拿上面来改 不过前提是你Sub要写好 如果你前提Sub没写的话 那后面当然你就要自己重新写 不过那个逻辑是相似的 OK 好那试一下 基本上做完之后 检查一下 这个有没有 有 OK 那进来之后 判断一下 对判断完之后呢 他会把不标准 丢给这个函数本身 那函数呢 他会自己丢到这个储存格的位置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插入函数的话 然后再来是增填体重函数按确定 他会把这个给我 然后我丢给他咯 他Return一个结果给我不标准 好 这样就返还回来 OK 向下填满 放开 基本上就完成了 方悬部分 那当然这个地方后面还有延伸一个部分 就是说 比如说呢 同学可能工作里面遇到就是判断完之后 他可能只需要什么 比如说里面资料 里面因为只要是标准的部分 他其实都不要 因为他要不标准 可能是比如说现在健身中心 蛮热门的 那比如说 那个他的会员里面呢 如果体重已经是标准了 那可能就不是他 就是他可能要行销的对象 所以他可以怎么样 这些人的是要删掉好了 那如果说我希望利用什么 删除列的部分 把我不要的部分删掉 那以前你可能用手动的方法 选取按右键删除 选取按右键删除 但是资料量少还可以 可是如果你资料量多的时候 你要慢慢删除 其实很花时间 那可是如果你希望能够怎么样 用VBA自动按个按钮 自动把你不要的部分 全部删光光的话 这个要怎么做 其实像这样看不出来 你资料量多的时候 你按下去 哇他全部帮你删完 你会觉得感觉还蛮好的 不过要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许延伸戏就是 如果不标准里面 我希望还能够再做一些事 什么呢 不标准里面还有分成 他是过胖还是过瘦 可是如果我现在 只显示不标准 好像没有意义 如果我想细分的话 有没有办法 当然有 你可以再怎么 不标准这个逻辑 有没有 可以在 这三个字里面 再去加一个逻辑 逻辑里面再加逻辑 OK那怎么做一下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 刚刚讲的第一个 插入制定函数部分 先试着看看 那这一段程式码 完成的程式码云端上也有了 那如果你一下子 实在是 记不太得的话 不过最好是自己手动做一下 尽量用理解的 因为理解 而且如果你从头到尾 也做过一遍的话 我相信你会更熟悉 这整个流程 那这个流程 请各位记住 尽量是 用理解的 因为如果你理解之后 你下一步下一步 该做什么 你就会非常的清楚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